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我一定不是 因為我本身的Physics 是拿3至4 真的很差 但在考試之前 真的超過了一個月 我數學也不太好 但今次的Great Boundary 真的比較敬虧 沒有對這個考試有十拿九運 最重要是想做好自己的本分 之後出什麼成績就有什麼成績 不會是十足的信心 因為IP是考試制度 你基本上是不知道它會出什麼 不像DSE有東西背 就是真的進入去 要考你的臨場應變 你的分析能力 所以就是 我想我考之前都會比較緊張 我本身理科底層不是特別好 我是要花很多時間去理解 課本在說什麼 有什麼要背 就是花很多時間去看一份課本 就是整理好自己的記憶 重新寫過一份不是課堂的記憶 就是讓自己再參考過 重新去理解那些最基礎的理論 是真的有幫助的 我就是跟還有兩位其他同學和朋友去溫 其實我覺得對我來說 我跟他們溫習的效率是高很多 因為互幫大家 就不是說我一定要高分過你 或者是內部鬥爭 都是大家都是想幫大家去拿最好的成績 我平時是看很多YouTube影片 關於Physics那些 因為我的理論真的差了一點 還有我有找同學一起去補習 我覺得這也是挺好的一個方法去 去reapply那些你學的東西 接觸到外國的女性 她們說出她們的經歷 就是可能她們走在街上已經很害怕 或者小時候被人性侵的經歷 我就意識到原來世界上 男女不平等仍然如此嚴重 我們仍然要爭取女性的權益 我就想藉著讀法律 在香港開始改善我們社會的男女不平等問題 或者其他少數族裔的問題 就想以香港為一個起點 就去改善這些問題 我讀白牛Camp的原因 主要都是因為讀白牛Camp的時候 對這一方面有興趣 還有成績都好像OK 還有這幾年就更加relevant 就是因為疫情的關係和疫苗的發展 所以就決定讀白牛Camp 我打算去美國的Smith College 它是一間很小的liberal arts旅校 我是未確認我的major的 我打算去探索自己的興趣 之後看看對哪些科學有興趣一點 我覺得她們希望這種態度 不單止是今次考試 在將來她們自己想讀的學校 也好想讀什麼都好 希望她們這個態度繼續下去 好像剛才那位同學說去Smith的 一個liberal arts college 她可能去到 還是找到另一件事她更喜歡都不定 我很開心剛才聽到 三個其實家長都沒有 是一個我們最理想的家長 就是她們沒有說 你要讀這個 你要讀那個 既然是她們自己選擇的 我相信她們有個ownership 我想每一個學生 不一定是IB學生 每一個讀書的學生 你自己有ownership 你讀那樣東西 你就會努力去讀得好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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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